大大的红布条上写着 狂赫后德里十连霸再度荣获五星级环境认证殊荣 感恩环保志工辛苦了 细子区后德里从新北市政府环保局举办理环境认证之后 每次都参加 今年也不例外 志工们除了每个星期定期清扫环境 包括巷弄及公园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外 为了这次的考核 志工们也是忙了好几个礼拜 现在成功挑战十连霸 志工们齐聚在一起 好开心 那在这十年当中我们后德里所有的志工 都为我们里内的环境在努力在打拼 那后德里这次在荣获五星级 然后也荣获十连霸 真的我非常感谢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志工 跟努力的志工 因为有他们后德里的环境才这么好 那加上李明的配合 让我们后德里的整个环境泛蓝一新 所以说在此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志工 在我们的队长领导之下 把我们的整个环境做得美轮美奔 其实我们里长真的是要求严格 每个志工也跟着他的脚步在走 然后这个志工蛮贴心的 每天不管是要比赛没比赛 每天他们分类的工作 他们都会自己任分的在做 很高兴这一次又五星级的荣获 我们做志工的就是想要说里内的环境也会更好 是大家都是靠大家的努力 靠大家的努力才有这个好的环境 人在这个好的环境住也比较舒服 不会说看得那么脏乱 拿着里环境认证五星级的大红海报 志工们说过程算辛苦不过拿着奖却很开心 但是着实压力不小 因为要缠连五星级得下很多的功夫 包括整理大清扫防火箱以及勾盖都掀起来清洗之外 就连人行道砖上的小草都要拔除干净 里长说志工们真的很给力 长期以来有他们的努力付出 让后德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还没比赛开前一两一个月多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带领所有的志工 不管马路人行道上面的小草 还是防火箱内里面所有的杂物 还有我们水溝盖里面的东西 还有公园里面的一些杂草 还有丢弃在里面的一些废弃物 我们都一一把它清除 所以说这个我们点线面我们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才获得我们评审委员的青睐 再度荣获五星级 志工是大工程 所以一直以来 系纸后德里环境比赛拿到奖 都是请志工去市政府接受表扬 这次志工们任劳任怨 再度拿奖成功十年霸 大家好开心 直说辛苦是值得的 后德里十年霸 在